这个完整的课程 而且也有我的画面 将来也会在右下角出现 那你如果有些遗漏没关系 回去再看一下 那上个礼拜呢 最后同学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如何快速的建立 你的工作表里面的所有目录 你假设要一个目录 这个所谓的目录就是说 你今天按下一键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加上超连接 那以往呢 比如说你有一堆的工作表 那你要建那个连接的话 你可能要先把名称复制到那边去 然后再插入一个超连接 那这个超连接将来可以点选之后 可以跳到你要跳的那个工作表 也就是一个连接 比如说你工作表非常多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快速建超连接 我这边简单的demo一下 大概会需要有三个步骤 分别完成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先建立那个目录名称 那这个地方 请各位一样 待会开启那个练习题 你们的练习题上个礼拜 那个谁的练习 那个秋平的嘛 你打开之后的话 但第一个请你在那个什么 请你在那个最前面的地方 先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也就是在最前面加一个目录的工作表 那这个目录工作表 我希望你直接可以在这前面 也许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移到最后面 新增一个工作表 名称也许叫做目录好了 那目录把它搬到最前面好了 我们习惯那个目录名称 这个目录的话 是放在那个最前面 那我的需求是这样子 这个建目录动作 也许可以先手动一下 然后把它搬到哪里了 你把它搬到那个 我们最前面的这个顺序是第一个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这个目录里面 我可以建什么 可以把我后面的每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名称先把它列出来的话 我这边先demo给各位看 也许你这边 我这边有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 我把后面的名称全部都加到这个地方来 那也就是说从第二列帮我列 把那个目录 那个目录名称实际上就是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就是什么 要必须把这个名称复制过来 贴到这边来 我做一下 也许你这边点两下嘛 然后把它Ctrl C 切到目录之后的话 以前的做法大概这样 贴上来 然后呢 再做超连结 你就直接在这个按右键 这边有个超连结 连结到哪一个呢 这一份文件中的哪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的是第一这个文件中的那个 第一个第一个的名字 第一个工作表 那就这一份文件中的这个位置 那按确定 那当然呢 如果你这个地方做完之后 将来可以做直接切过去 它就跳过去了 应该上个礼拜的同学需要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可是你变成你要一个一个做 那假如说你工作表有10个还好 你如果20个30个甚至上百个的话 那你不是要一个一个慢慢来很浪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比较快的做法 特别注意我这边 我先把它清空一下 第一个呢 你可以先做什么 建立目录名称 你会发现 我按下这个按钮 我希望什么 按下去之后 自动帮我把后面所有的工作表名称 一个一个的列出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需要做什么 当然第一个一定要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呢 当然我们的这个工作表是从第二开始 第二个开始 所以你可以for i 等于2到哪一个 工作表的最后面一个 还没印象 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序迟物件 总共有几个序迟的话 你可以序迟.com 有没有 总共有几个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把他的name 他序迟的名称 点name有没有 把它抓出来 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成什么 可以帮我把这个名称给加过来 把它清楚的话 其实很简单 把它clear contents 最后的话呢 可以建立这个超连结 那建立超连结要怎么做 这边会需要用到一个叫hyperlink 的一个方法 加一个add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试着开启刚刚我讲的这个档案 那第二个待会我们先来看怎么样撰写建立目录名称 建立目录名称按下去 先第一步好了 第二步我们再把超连结加上去按部就班来看 那其实这个建立目录名称城市其实并不不长 大概就几行城市而已 基本上就是一个回圈 取得名称 输入资料 向下一列 而且城市大概就是这么几行而已 有没有一个回圈 上面都一个k 那k等于2 这个k等于2 写法跟之前曾经事成相似 概念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斜来斜去 顶多就是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的目的是 把所有的工作表通通都找到 第二个的话呢 把每个工作表名称 抓出来 放在这个n里面 n的话也是个变数 再把这个n呢 丢给储存格 让他怎么样 直接丢到我指定的 那个位置 然后呢 k等于k加1是说 我要往下一列 那我就怎么样 k等于k加1 这个之前好像曾经讲过 所以也许第一个啦 请各位先 试着把档案开启 待会我们再逐步来看一下 这三个按钮要怎么完成 应该有打开 有找到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 如果是要建立这个 目录名称的话 我刚提过 如果按一下他 他能够自动帮我列出来的话 那首先 我这个程式里面呢 大概前面有写过类似的程式 首先第1个 我在这个地方呢 一样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我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也许叫建立目录名称 建立目录名称里面的话 那当然第1个 我要思考什么 思考就是 我要输出的位置 假设说我今天呢 希望能够帮我输出到 要从第2列开始一直往下 那所以呢这个地方 我就先建立一个 k等于2的变数 那这个k的值 指的就是 我将来要输出到第几列的意思 OK 那由这个地方来决定 第2的话呢 我要跑个回圈 因为我需要什么 把后面 从第2个开始 的工作表 一直跑到最后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 需要增加一个fori 等于2 到 最后一个 shits.com 这个shits.com的话 实际上你直接打一个shits 点下去之后 如果说你点下去之后呢 假设有一个清单 就表示你shits没有拼错 但如果你点下去 没有出现清单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你名称是不是有打错 可能会容易打错 是少一个s 如果之前同学常常 少一个s 你点下去当然 他就不会有那个清单了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他这个名称是不是打错 点下去之后 我怎么知道 这个工作表有几个 那当然这边有个shits.com 你就找到shits.com shits.com意思说总共 这一个工作部里面呢 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那比如说我们有10个 那就第2个到第10个 他就会帮我怎么样 帮我 找到 然后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 n 这个n的话 也是我自己取的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自己取 你叫其他名称OK 等于什么呢 等于目前这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那这个shits 后面加个刮胡 i 因为i里面的值是从2 到23 假设有10个 23456 那 shits 刮胡2 指的是第2个工作表 的 点 有没有 点就是 他的名称 所以他的叙述是 这个第2个工作表的名称是什么 那我抓到的话 假设是成交单张什么什么一堆的 105年的12月 那我会把这个值呢 直接先丢到n里面 那再来的话 我就把这个值里面的 资料呢 再帮我丢到 因为我这个k等于2嘛 那 后面加个a 指的是a2 意思说我把它丢到什么 丢到a2的储存格里面 所以这个n 自动会再丢到这个 储存格里面 看到就会是这个工作表 OK名称就过来了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要下一列嘛 因为第2列已经 放一个资料了 你不能一直都放第2列 所以怎么办呢 k等于k加1 所以k加1之后呢 就是k等于2啦 2 加了1就3 3写回去 k就变3 再来就a3 a4a5 一直往下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把它执行过 你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的话 我先把清除一下 清除 清除之后 那执行 我按F8好了 组航来执行 当然k等于2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我先抓到第1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 工作表单张 这个找到了 然后往下 然后你会发现 在下一个 12月的下一个 因为这边有11月 只有10月 再来 就9月 一时类推 可是我有把一些工作表 顺序删掉了 所以 你们的可能 长得不一样 不过没关系 主要就是里面有几个工作表 就把所有的工作表帮我列出来 逐一逐一的 直接就 列在清单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呢 最后就结束 那我因为我这边只有 246个 当然你们如果多几个没关系 反正 主要 第一个先知道 怎么样把 我们工作表名称 先列在 目录的清单里面 第1个步骤完成 再来第2个步骤的话 可是问题要怎么加超连结 那这个超连结部分 当然如果说呢 你将来不知道 怎么去写这个程式 一个方法 假设你不知道说 如何建超连结 程式该如何撰写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来参考 也可以啦 不过呢你会发现 录下来的东西 不见得符合你的需要 有的时候还要花一点时间去串 另外还要去看一下 官方的 那个说明档 否则的话有的时候 你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做 那我这边提供给各位 比较完整的说明 反正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做法 建立超连结的做法 再来的话你只需要再加一行 可是那一行非常的重要 你坊间的书籍我看来看半天 还是没有一本书讲到这部分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实务经验 我怎么写出来的呢 基本上 反正你只要看懂官方说明档 在hyperlink 物件 你就知道怎么做 那它的原理很简单 在哪一个 地方加超连结 你就是 目前的工作表 就active sheet 点 加一个什么 hyperlink 那hyperlink有很多个 所以加 s hyperlink 加s 很多个 然后呢 如果要增加它有个方法 点add add的话就增加 所以基本上我这边 当然你点点点选它可以切过去啦 这应该没问题 可是要怎么加 特别注意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二个按钮呢 我在这边的一样 把刚刚的 程式贴过来好了 也许就是建立目录并且加上超连结 那关键的部分就是说 把 刚刚的 这个 这一行 就是直接输出 改成怎么样 不是只有输出 还要再加上超连结 那怎么加上超连结 这个地方的话 改法 这边最后 一 请你先输入一个什么 目前的 工作表 所以目前工作表的话 我这边 重新再 再打一次 这边 后面的话呢 其实你就打一个 目前的工作表 那在那个 VBA里面 如果你要指向 目前的工作表 它的叙述叫 ActiveShoot 没有加S 目前的工作表 那你就怎么样呢 后面再加一个 或者是说另外一种叙述方法 如果说你 不要用 ActiveShoot 你可以用什么 另外一种叙述方法 去此哪一个工作表 DI个工作表 也可以啦 这样的话意思也是指 那一个工作 那个工作表 那如果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呢 加入一个 Hyperlink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再 先输入一个 Active Active 目前的工作表 后面呢 请你再加上什么 加上Hyperlink 你就加上一个 Hyperlink 加S 你就点 这边的话呢 Hyperlink 加一个S Hyperlink 加S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后面呢 再加一个Add 意思就是说我要在这个工作表里面加超连结 可是问题后面还有很多 可能我不需要不太知道的讯息 包含就是说 我要加那我要该怎么加 里面可能需要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告诉他说 你要在哪一个储存格加 你要告诉他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你要加 超连结是连到哪边去 第二个讯息 第三个讯息是那你的那个 超连结显示出来的文字应该是什么 所以会有三个引数 三个引数必须要加上去 可是这三个引数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一般我的习惯是怎么样 你就按一个 这个F1 其实这边可以查得到 邮标放Hyperlink也可以 Hyperlink上面他会跳出来 那你就按一个说明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有个官方说明档 那各位注意一下 其实 比较重要的你可能要了解什么 Hyperlink 的这个物件 或者这边其实有一些相关 范例了 这个范例 基本上里面呢是连到某一个网站 并不是连到 我们内部的 那个连结 所以你可以 底下还有一个 Hyperlink的物件 成员 那这边有个add add 顾名思义 那底下还有什么delete 顾名思义就是 增加就是add 删除就是delete 那里面的话还有count 总共有几个create item等等的 那比较常用的是add add里面的话告诉你说 如果说你要加超连结你必须要提供给我 这么多 底下有12345个因素 必要的是这个 第 一个跟第2个 那另外几个是选用了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给 123 3 需要3个 那至于怎么加 其实底下有一些相关的参考 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这底下的范例 那 我这边基本上呢是使用 这个地方 add 我大概会需要用到 第1个参数 是我们的建立一个锚点 锚点的话呢 那我就 那我就用 这边 接选你可以用这个复制 复制名称之后的话呢 把它贴到哪里 就是 直接呢 把它贴到这个add的后面 告诉他说 我第1个 我的锚点 请你把 帮我放在哪里呢 放在 sales 哪 哪 就储存个位置 其实这个 这个 锚点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 放在那个 我们的储存 这边这应该是 K列 K列的 A栏 就是我将来呢 我希望在这个位置 加上 这个 就是 超连结 第2个话呢 你要告诉他说 第2个参数 这边第2个参数是 你的那个 位置应该放在哪里 那超连结位置的话 第2个必要的address 一定要给他 因为这边有两个必要的 所以这两个address 这个address 你给他 然后引述一定是 等于 冒号等于 一定要是冒号等于 那因为address 我我是在自己本身 你就给他一个空置串 就可以 意思说我自己本身 豆点第3个的话 就是我的 指 subaddress 指的就是说呢 我这个档案里面的 哪一个位置 那你就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name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名称给他 冒号等于 打一个name 打个n就可以了 豆点 然后第4个参数的话 Test to Displace 这个就是 那你要显示的文字是什么 你就把这个文字 让他知道说 你要 冒号等于 帮我显示的 一样是这个n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完成了 那实际上 这个hyperlink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这相关的引数 一个都不能少 多一个也不行 少一个不行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有 总共有4个 4个引数 那我这边的话 确认一下 这个地方 当然我有做一个讲义 因为今天实验关系 没办法直接先给各位 所以 第1个 第2个 第3个 第4个 另外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subaddress 记得后面请你再加一个 哪一个工作表的 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特别注意 比较特殊的地方 是subaddress里面 还要再串接一个 哪一个 工作表 因为我这边是工作表名称 那你必须还要什么 串接and一个 他底下 惊叹号 的 A1 指的是 那个工作表里面的A1位置 是我要连接过去的位置 好 程式写出来 最关键的就是这一行 请各位 这个可能要 稍微自己要打一下 这个 而且不能打错 所以基本上会有 4个引数 这个是 第1个是我们要建一个 这个artro 这个是 锚点的位置 是指的是 目前的 储存格 就是我要加 超连接的位置 第2个是 我的档案名称 不过因为我不是要连到 外部 我要本身 所以是空的 第3个是subaddress 我的 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部里面的工作表 那我就是下一层 那就是工作表名称 and 后面加一个空白 再加一个金汤号A1 指的是 我要连到的是 我那个工作表的A1位置 那再来 test test to display 指的是那个里面要显示出来的超连的名称 这样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你如果说的输入完毕之后 那就 大功告成了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一样把它清除掉 然后主意来看一下 F8 一样 跟刚刚一样 先取得名称 输出 OK 关键来了 这个地方 就一个了 OK 已经有超连结了 所以特别是有 那 Hyperlink这个部分 因为是针对 你们这个范例 我找了四个引数 那 再来的话 再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其他都一样 把它全部执行 好了 一个一个 就全部都过来了 OK 那再来 测试 最重要是有超连结 但是要连结成功 如果连结失败 那等于 做的应该就有错误了 最容易错的是 subaddress 那个一定要加个金汤 A1 如果没有加的话 直接给名称 他一样连不过去 那点 可以过来了 12月 那一样我们再切回来 切回来 10月 又可以切回来 但是特别注意 这个做超连 因为 这个休平的档案里面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你点9月 有没有 我看9月 我不知道怎么修正 你会发现 9月 参照无效 想说奇怪了 我们照标准流程 怎么会是错呢 花了很多时间 想说不对呀 看来看去 长得都一模一样 后来 不知道各位 你可以在 9月份的地方 你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 请注意看 他的尾巴 对没错 就是他 这个 害我找了很久 真的 所以啊 特别注意啊 没事 请你不要在 工作表里面加任何的空白 你只要有一个空白 他程式就会出错了 因为这个是不合法的 资源 所以这也麻烦 是不是说 可能我们如果要防止错误呢 是不是说还需要 写一个 判断的程式 比如说把每个工作表都掉出来 先检查一下 里面有没有空白 如果有的话把它取代掉 但是因为我没有写啦 所以 这个就没办法 那如果没有写这个防呆机制的话 那你就是要自己做之前 你就要先检查一下 OK所以 理论上你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空白的delete掉 delete掉 OK我已经把它delete掉 我重新再跑一次 目录重新清除掉 再加一次 9月能不能连过去呢 OK的 没有问题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空白真的是 所以说 我说有的时候 其实写程式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在 程式本身 而是说有一些真的 会让人家 需要找很久 但还好因为我的经验值还算高 所以不会花太多 不对啊 这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以前有经验 大概就是说多一个什么样 不合法的资源出现 那我就把那不合法资源稍微 看一下 终于找到了 所以后面好像还有工作表 在最后有个工作表 数据分析工具这边好像 Visual Basic 习惯上你这边Visual Basic Ecell VBA 中间习惯加一个空白 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所以怎么办 习惯上 特别主要我如果要在 一个 党名啊 或者是这种名称 我一律 用 Underline Underline取代 空白 这是一种习惯问题 OK 记得啊如果你要空白 你用Underline 底线取代 也不要用那个 减的符号 那个-符号 尽量不要用 或者 那个很容易造成 层次发生错误 没事都没事 但是 所以有的时候啦 这种 经验问题 所以像刚刚啊 如果你Visual Ecell VBA 这边有空白的话 那我们如果说 假如见目录的时候 你会发现 点进去 也会参照无效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 没有问题呢 就是把那个 Ecell的VBA 这边变成 Underline 底线的话 这样子会不会就有效呢 基本上 这边呢 我们清楚 再加 连过去 就OK了 所以这些都是 小细节 那其实还好 因为你们这课程 最后一堂课 真的就活的 因为 以前范例都不会讲到这 因为那范例都是我自己找出来 而且那些可能的问题都已经拿掉了 不太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 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 程式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因为这边 没有办法 给给你们 就没有 没有先给你们讲意啦 所以这个程式里面 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实在记不起来 请注意一下有个方法 我为什么会知道 会传这四个引数 都不是用背的 也不是去找什么任何书籍 也不是Google 很简单一个方法 按 Hyperlinks加一个 F1 他会跳出 Hyperlink物件 我是用查询的方法 这边会告诉我Hyperlink物件成员 我找到他的add 他会有这些 那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加一下 并且 参考一下底下的范例 那我把它变出来的 OK 或者是顶多就是 录制聚齐 参考录制聚齐的 这个 结果 把它变出来的 所以这边 跟各位 讲一下 如果建立 这个超零 你们可以试一下 这其实相当好用 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一键 怎么样 快速建立目录了 剩下就清除了 清除我这边是 就是 用那个range的方式 range从A2 帮我向下追踪 A2到A的最下面一列 点clear 点clear 记得 因为如果你用clearcontents 他只会清除 他的内容 但是格式会留下来 所以clear的话 意思说全部清空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 做出 我要的结果 OK 那这边的话 因为最后面有三个 最三 这三个 这我把它 看在这边再加一个underline好了 OK 这样 总共会有 四个啦 这个是锚点 就是意思说加到哪里 你的位置指的是哪个档案 所以如果这个address以后如果你要连到某个档案的话 你只要给那个档案的路径 跟档案的名称 它一样会连过去 所以以后如果你是要做的 像这一题是 只有连到工作表 如果你是要连到另外一个档案的话 那你就给address后面 给那个档案的名称 这个而且是一个档案完整的名称 入境跟名称 比如cmail斜线 然后aa斜线的哪个档案.xlsx 那个是要完整的 你不能是 不完整的 那只是因为 这种档案的处理又更 进阶了 所以理论上 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后面还有进阶课程 会牵涉到比较多的档案处理 好像资料库啦或者网络截取资料啦等等的外面 相关的部分我是把它放在那个进阶的部分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就把这边加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说 subaddress指的是 他那个工作部里面的哪一个工作表 OK那你他如果没有加他就预设第1个就对了 你要加哪个超连结名称 这边其实 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花样 非常多花样 那在我的那个 那个部落格里面 其实也有一个是 之前有个学生是什么 他每天都会到 工地呀或者外面拍一大堆照片 回来 他以前是 怎么样 他们老板需要什么 需要很多超连结 点了哪一张图 跳到哪一个 应该是什么 点了哪一张图 然后呢 小图 点下去变大图 小图变大图 的超连结 实际上也可以利用这个来做 以前是 他是手动 插入图片 从档案加超连结 他每次 一整天下来可能拍了100张照片 他就要做100次插入图片从档案加超连结 然后他说有没有快点的方法 有啊 跑一个回圈 加超连结 点下去 就可以看到了 这样的话呢 其实相当的方便 大大节省他的时间 不然的话 每天光要 把那些图放在SEO里面给他老板看 他根本就 因为有的时候拍完照回到公司时间都已经很晚了 然后还要把这东西交给老板 那 一定要加班 可是如果有一个VBA 可以处理 自动 插入图并且见超连结的功能的话 哇 他就 根本就回去 或者隔天再来按下去 一早再给老板 其实也OK 可是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这功能的话 他还担心拍太多照片 回来更麻烦 所以其实 我们这部分的主要是讲到超连结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 至于这个完成的程式 讲义部分我们后面会再补给各位 OK 第一题 因为今天时间 比较有限 有三题要讲 所以我们可能会要 需要 快一点 那这个是第1个 这个是 建立目录部分 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来看第2题 第2题部分的话是资料剖析跟资料的正规化 所谓的资料剖析就是说这个资料好像是 从那个什么 从ERP 或者是从外部 从一些系统 转出来的 档案 资料库 来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呢 当然跟eSale 的格式不 不完全稳合 所以待会 也许各位可以把那个 第2个 范例档 就是 这是必访的那个 档案 然后里面的话呢 他这有完成希望产出 但是有个地方我不太明白 你说红色是什么意思 红色是要加的还是 是要自己加 还是什么 红色是因为 就是那一天的 第一打的资料量 所以是后续的筛选 你要把它变颜色 对不对 那个后续的 因为 这边的话 签上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可能怎么去签 对不对 我看你已经有切出来了 你是怎么切的 知道剖析吧 第二 对对对 那第2个 是是是 就是可以把它用出来 第2个可能你会有空白列 那你可能需要做出来 结果 我大概想一下 因为 再来可能会牵涉到资料正规化问题 所谓的资料正规化就是说 你将来的资料里面 不太能够有 有那个 资料正规化 就是 不太 最好那个什么 那个日期部分 中间不要空下来 就是说 你不能说 那边全部都代表 它相同的日期 不行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帮它填上去 对那你如果用手动去填的话 就很花时间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用 我们待会要讲的 就是 总共会有几个 几个部分 包含就是说 把它的那个资料填 三米斧来查 其实也可以查得出来 所以 把不需要删掉 然后 这些动作该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所以 大家等一下 这一题先完 先把它做个ending 待会的话 我们就 再来看那个 这个必仿这一题 最后来一题是那个 这个是 倩吟的 那里面 我觉得比较重要是 可能我把它 下一个定义 这个 名称的话 主要是 可以让 因为它已经做得差不多 已经写得很好了 但是就是 感觉效率不高 因为跑 光跑一个结果 可能要跑个 可能超过20秒以上 那你如果跑超过20秒的话 那实际上对一般来说 还是太慢了 所以有什么方式能够让VBA程式 变得快一点 这个待会我们再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